HELLO 今天你好嗎? 我是佐藤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戴完牙套之後第二次回診 那我這次回診時間大概是25分鐘左右 包含洗牙、換鐵絲以及做胃膠 那這次洗牙醫生一樣稱讚我說我洗牙做得很好喔 其實整體來講都是清潔非常乾淨 上次提到的位置就是夏美羊後方有唾液性的位置 這個地方還是有牙齊齒的情形 所以醫師請我在清潔的時候在這個地方要做個加強 第二個是今天醫師幫我換鐵絲了 不過這次換鐵絲比較特別的是 上面鐵絲換的是比較粗的 下方鐵絲換的是比較細的 那上牌會選的比較粗 而且具有彈線的鐵絲是因為醫生覺得他整體的牌面 已經調整到油性的程度了 所以可以開始選擇比較粗一點的鐵絲 下牌的牙齒的牌面還需要再做調整 所以醫生選擇的是比較細的鐵絲 其實今天醫師也跟我說在帶牙套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他們會選擇比較細的鐵絲 因為一開始我們還沒有帶過牙套的時候 牙齒的骨骼是比較硬的 但當你帶牙套一段時間以後 你的牙齒會變得比較軟 所以這個時候會選擇比較硬 而且具有彈性的鐵絲來做調整 那醫生就有解釋為什麼上下方的鐵絲不太一樣 是因為牙齒在上方的整個牌面上 醫生覺得調整得還不錯 所以他想要換出了鐵絲 因為下牌的牙齒 他整個牙齒的牌面調整得還不夠 所以醫生選擇是比較細的鐵絲 今天醫師也跟我說 換上比較粗的鐵絲之後 牙齒本身的脹脹的感覺 還有疼的感覺也會變得比較明顯 因為他對牙齒本身的拉力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當我換上新的鐵絲回到家不到一個小時之後 我的牙齒上門牙的位置 我就開始明顯的感覺到脹脹的 痛痛的感覺 然後當我吃飯的時候 發現咬合下去的時候 前面整個是非常痛 有點酸軟的感覺 沒辦法咬合 但醫生也告訴我說 這個情況也是配戴一段時間之後 會慢慢的適應 所以我只能說 初鐵絲的力量 非常厲害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別忘了留言 按讚訂閱我 並開啟小鈴鐺通知喔 我們下次見 拜拜